小男孩为了去拿树上的玩具 不小心直接栽了下去 他拼命地呼喊着妈妈 可妈妈看到后却犹豫了 最终爱飞因体力不知掉了下去 等妈妈缓过神来早已为时已晚 随后一家人急忙赶往医院 凯尔看到妻子后并没有理会直接来到病房 竟然发现躺在病床上的是阿丽 自己的儿子安然无恙 原来就在刚刚 爱飞从阳台上掉下来时 正好被赶来的阿丽看到了 他飞奔过去一把接住了爱飞紧紧地抱在怀里 而他的头却重重地碰到了石头上 他强忍着疼痛看到爱飞没事后才晕了不去 走出病房后凯尔对着一家人就是一通指责 孩子出事前你们都去了哪里 竟然被一个陌生人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 舒勒只好表示自己那会睡着了 这是什么鬼话 当我们的儿子在阳台上拼死一战时 他的母亲睡得像头死猪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的母亲生病了 给他每天喝抑郁正药 别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 身为父亲当时你又去了哪里 这下竟把凯尔说得哑口无言 接通了电话 对方声称是阿力的丈夫 得知阿力正在医院治疗 哈桑带着小弟火速赶往医院 舒勒来到病房想要带爱飞回家 可他不再相信妈妈转身就跑了出去 就在这时阿力也醒了过来 他一把抓住舒勒的手 并警告他这是第二次没有证理的孩子 夫人的闯入直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阿力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夫人害怕自己的私生子哈桑将要赶来 于是急忙找个借口带着爱飞一起离开 可当他走到医院大厅就意外撞到了哈桑 他看着眼前的儿子当场愣在了原地 阿力得知哈桑将要前来 他在凯尔的帮助下从后门逃了出去 接着哈桑带着众小弟来到病房前 竟然和凯尔杠上了 两个男人互不相让 舒勒看到苗头不对直接说出阿力逃走了 哈桑只好让小弟快去追击 凯尔为了帮救自己儿子的女人 竟把他藏在了自己的车里 然而一回他就在车里晕了过去 凯尔急忙将他带回了家 夫人看到阿力的出现一脸的惊讶 他极力反对让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 但凯尔反驳到他可是救了你孙子两次命的人 他现在遇到威胁 我们就应该挺身而出 到了夜里阿力醒来却发现爱飞躺在他身边 爱飞嘴里呼喊着妈妈不要离开 阿力看到亲儿子受到的遭遇伤心地哭了出来 就在这时 夫人突然来到他的身边 他质问阿力这么多年过去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希望他能主动离开这里 阿力一听就怒了 当初你跟我承诺过要像亲孙子一样对待爱飞 可这两天当中不是孩子丢了就是从阳台摔下 你儿媳妇是想弄死孩子吗 夫人一听不高兴了 多年来舒勒照顾着你从没养过一天的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他 他们的谈话被突然进来的舒勒打断 原来阿力的妈妈前来寻找他 面对为了钱可以出卖任何人的妈妈 阿力始终无法原谅他 当初就是他的一句话才让相爱的两人分崩离戏 阿力妈讨厌哈桑是个小混混 并谎称阿力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哈桑一气之下推倒了阿力 而阿力的妈妈这次前来也是被逼无奈 他也不想让女儿再次受到伤害 但哈桑却打算血系整个豪宅